美食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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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方便 我是金燈 今天又來到精彩的美食單元故事 經過上次我們介紹台灣區的幾家美食之後 得到民眾的熱烈的環境 我們今天要介紹 位在我們地盤內的爐竹區大竹美食 想知道有什麼好料的話 就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第一家要來介紹 位在大竹路上的一條叫做陽季牛肉麵 它是位在大竹路上的尾端 快要接近開來大學 比你家很近那你知道就加電話 那一次我沒吃過 身為大竹在地向上這樣不知道是怎樣 那就是因為你大推 所以我上一餐就每次就為了他 他這家牛肉麵他的牛肉很特別的是 他給的量真的非常多 他的麵跟他的牛肉都給非常多 你看他的牛肉非常大塊 真的很大塊 我覺得如果是我自己的分量的話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點小困擔 但是如果是對一般男生來說 他的分量真的是非常OK 很大塊就算了 他牛肉是有筋的 有時候吃那種牛肉麵的時候 他肉整塊都是肉 我就會覺得燒麵感 可是他有筋就是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他的筋是養下去是很入口即化 然後會出彈的感覺 不像有些牛肉麵他可能會感覺 筋比較老老的 咬到最後好像有點生物可憐的感覺 他是有餛飩的 他是餛飩牛肉麵 而且他的餛飩也很特別的是 他們這一家是自己包的手工組 我覺得難怪他可以自己把餛飩拿出來 因為他的餛飩也很好吃 就是皮薄一定是餛飩必備 所以他還別肉很多 你這樣可以一碗牛肉麵吃到牛肉 然後可以吃到餛飩 我覺得心力是高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他們的MV 看一下他們的吃飯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家呢 是餵在南竹路上的鴨肉豐粉 老闆很厲害 他直接店裡就叫豐粉鴨 他厲害的是在他的湯 非常的入味 因為他是用鴨去煮的嘛 所以他整個湯頭都很有鴨的味道 這一碗只要50塊 所以你一餐只花50塊就可以解決 一樣店裡面也有很多小菜 然後他也有那種切盤的那種鴨肉 我覺得我剛剛吃這一口有經驗到很好吃嗎 因為一般冬粉不是會吸湯嗎 湯會跟冬粉會吸在一起 沒錯 對我在講廢話 但是呢 他的湯吸進去之後 他冬粉是非常有那個香味的 因為他的湯就已經夠好喝了 所以冬粉這麼吸味的東西 他們整碗的米塞進去 他是那種有juicy 是嫩的 然後嫩的鴨肉 我有shock到耶 這家就是大廚在地人 基本上都推這間 就是鴨肉冬粉 讚 他的鴨肉真的有shock到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家呢 是應該大家都會知道的 因為他網路上人氣超級寒 這家呢叫做和風薰品 他位在開南大學的旁邊 那他們家主要最大推的 就是他的雞腳跟他的牙齒 但其實我自己私心推薦的就是 他的百葉豆腐跟米形 超級入味 我也聽說這家是桃園在地 好像多南附近 每個人都會知道一家 對 鼻尺 他的百葉豆腐非常的下飯 他不是說那種好像滷進去 然後剛剛放的那種感覺 他感覺是已經滷了很多 然後他的汁是已經滲透到 他的百葉豆腐裡面了 我覺得非常下飯 很適合當每個在家吃飯的時候 然後旁邊打一小盤那種 可以看配菜式的感覺 我自己是很常吃啊 但我還是覺得他的鴨齒讚 他的肉其實是還蠻厚的 然後每一個地方就是感覺他煙燻的 非常的入味 他我自己喜歡吃有點微辣的 就會比較想要一直吃下去 因為就是有點刺激口感的感覺 可是鴨齒到底鴨齒它是什麼 鴨齒這邊都是肉啊 對阿也是有人會覺得說 可能我都是很想 不好意思 因為商人通常對於這種鴨齒跟鴨齒 比較不知道怎麼吃 然後我還要推薦大家他的鴨齒 他的鴨齒其實每一塊都非常的紮實 很厚 他整單其實拿起來你就會覺得 這麼重 但他非常的入味 不會因為說他很厚 所以裡面就是很乾啊 不好吃這樣子 我以前是不太敢吃鴨齒的 然後我覺得他的醬是 他咬下去是很那種Q來 就是有些鴨齒吃起來好像那個濕溫 對因為他可能就是太厚太硬了 就快吃起來就是很硬 像石頭 不知道是用什麼獨特的醬汁 我覺得外面非常的Q軟 一咬下去也是真的 真的我的嘴巴這樣一起 軟Q軟下去的 合在一起的感覺嗎 就形容了很抽象 合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這次他們店內也是非常 人氣No.1的雞腳 就是一樣他們都是同一個煙燻嘛 然後同一個醬汁 但是也是非常的入味 如果說像你在追劇啊 或者是你可能有在喝個啤酒啊之類的 下酒菜非常的適合 欸雞腳不用剪 不用剪指甲嗎 對 你應該沒有人在剪雞腳的指甲 好那因為Sunny他不敢吃雞腳 這個部分的話就無論在囉 可是你到底為什麼不敢吃雞腳 因為我覺得吃雞腳感覺 有點像刷牙 好像把雞腳拔掉然後被吃酒 他明明就有肉 而且啃雞腳就是在啃他骨頭的香味啊 我真的覺得他沒有肉 你也不懂欸 啊我有記得試試看啊 甜點時間來啦 我們剛剛吃完一堆正餐 有牛肉麵啊 鴨肉麵啊 還有小菜五個味 太飽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該來出現我們另外一個味 甜點的味 沒錯 這間是我非常大推的一間車輪餅 那這間車輪餅呢 就是你想像的到那種傳統的口味都有 芋頭 奶油 紅豆跟菜脯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車輪餅其實大家又稱紅豆餅 但是我吃車輪餅 我從來不吃紅豆口味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紅豆口味都很膩 我也不喜歡 我不喜歡 對 反而車輪餅 最喜歡吃的口味是菜脯口味的 是菜脯口味 我覺得菜脯口味超好吃的啊 超香的 我 我人生中 最挑戰的是我自己 有三口味 蛤 還不懂美食 紅豆餅 歸紅豆餅 但是 我就只吃奶油 你的口味很奇怪 那這家的話呢 它就是 它每一個都很便宜 像現在其實外面很多的車輪餅 都是賣25塊起跳的 我每次看到那個價錢 我都覺得 天啊 我都不知道受傷了 所以像這種銅板價 可能十幾塊 二十塊的車輪餅 這個我都會覺得 天啊 好療癒 下午茶的心情 像叉菜脯口味啊 它 一個 裡面的料都是超級爆炸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我覺得它奶油餅 裡面料也超多耶 整個是爆濕出來的感覺 因為防疫期間 所以其實我們是外帶回來 攝影棚吃 那其實豬會稍微有點冷掉 但是它不像有些車輪餅 它冷掉的時候是變滿冷的 它的這個皮 有聽到卡斯森嗎 對 因為它們家的餅皮 就是主打脆皮口味的 對 我打下去 天啊 這樣卡斯森 好吵 太強了 你的聲音比卡斯森更大 但是它是少數 冷掉帶回來還是脆的好 而且它煉好多喔 那我自己是超級大的菜脯口味 裡面菜脯炒得非常香 全部整個都是蘿蔔絲 然後它還有配豆干這樣 然後它的芋頭啊 其實也是 它的料是爆出來的 它的芋頭口味啊就是 它是芋泥 但是你還是可以咬得到它整個芋頭的顆粒 它裡面還是有顆粒的口感 我要吃到它的紅豆 大家看它的紅豆 裡面是一顆一顆粒粒分餅的紅豆欸 有些紅豆餅它是裡面是直接用紅豆泥 但是它這邊切開也完全看得到紅豆一顆一顆的感覺 然後喝喝看 喔 你看好吃的就真的欸 這家就是很適合下午的時候 就是來兩顆 你就會覺得下午茶大滿足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的主務照喔 好的那今天我們大足的美食 就介紹到這邊 Sani最喜歡裡面哪一道 我的話我今天會選 跟主持 鴨肉紅粉這一道 因為它的湯頭實在是太讚了 我現在還是嘴巴 都是鴨肉味嗎 對 都是鴨肉味的感覺 那我自己還是最喜歡我的春蘭餅 我真的太愛我的菜脯春蘭餅了 好 那如果今天有喜歡我的美食的話 可以幫我們在右下方訂閱加分享喔 那如果你有更推薦的大足美食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北劍火力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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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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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